雍正四年,1726年,宗人府的监狱院墙被加高了一大截,保定直立总督府中的一处偏房门窗都被钉死,还换装了金铁打造的大铁门,景山寿黄殿中的一处小院子里的厢房门窗也被钉死,并换装了金铁打造的大铁门。 这些地方都被雍正皇帝派了重兵把守,改造这些的费用全部是由雍正的小金库内务府拨款,而雍正又花钱改造门窗又派重兵把守,只因为要在这些地方中囚禁雍正的三位弟弟。 这一年,雍正把曾经与自己征位的三个兄弟八弟印寺囚禁于宗人府监狱,九弟印堂囚禁在保定直立总督府,十四弟印之囚禁在景山寿黄殿。 很快,印寺和印堂先后被雍正折磨而死,印之则由于是雍正的同母弟弟而得以侥幸活了下来,雍正不仅对待与他征位的兄弟如此残酷,他对待其他兄弟也不是很好。 好,清朝从康熙开始,一般新皇帝继位之后,给兄弟们的封爵至少都是郡王起,而雍正继位之后,对待那些康熙时期没有封爵的兄弟们几乎都指封贝勒或者贝子这些略低一些的爵位,总之雍正对待兄弟们算是清朝皇帝中最刻薄最洋酷的。 那么如此刻薄残酷的雍正,他对待支持和帮助他的兄弟又是如何? 下面就来说说雍正是如何对待帮助和支持过他的三位兄弟印祥,印禄,印礼,印祥是康熙第十三子,也是雍正所有兄弟中与他关系最亲密的兄弟,也是最受他信任和喜爱的兄弟。 这皆因印祥的生母敏妃张家世,出身低微,在宫廷地位不高,所以印祥自幼就被交给雍正的生母德妃乌雅士抚育,而雍正早年被康熙交给第三任皇后,孝义仁皇后童家士抚育,在雍正十一岁时孝义仁皇后去世,因此他重新回到母亲德妃身边。 但是当时德妃要照顾还不到一岁的印祥,而当时印祥已经快四岁了,所以德妃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印祥身上,而让年纪最大的雍正去照顾已经大一些的印祥。 因此,印祥自幼就与雍正感情深厚,雍正在晚年经常回忆称幼年时手把手交印祥写书法和算术,足以看出印祥与雍正的兄弟间感情是极其的深厚。 虽然现有的史料中都没有详细记载印祥在雍正继位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对他有何帮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印祥绝对是十分支持雍正继位,再加上他与雍正的兄弟情义非常深厚,所以他才能在雍正继位后获得信任和重用。 印祥少年时期非常勤奋好学,因此很受父亲康熙的喜爱,但是在康熙一废太子印仁时期,印祥不知何故触怒了康熙,被短暂圈尽了一段时间,从此失去了康熙的喜爱。 印祥失去康熙宠爱的事情,很多史料中都没有详细记载,因此具体是何原因后人就不得而知了。 由于失去了康熙宠爱,也导致了印祥在康熙时期一直没有封诀,在这期间印祥不仅失去了父亲康熙的宠爱,他还罹患了贺熙峰这种疑难杂症,这种病类似于现代的骨节合并,在那个时代非常不好治疗,因此印祥还要常年寻医问药,所以这也导致他在康熙晚年淡出政坛,既没封诀,也没有朝廷差事职务,成了一个闲散的皇子。 正是这样的寄议,才磨练了印祥的新兴,使得他在庸正继位之后,能成为辅佐庸正最得力的助手。 庸正继位之后,就立刻册封印祥为一亲王,并让他成为一郑王,让他掌管大清的财政,八旗进军,人事任免,考试选拔等大权,可以说当时的印祥权利是仅次于庸正的大清第二号人物,称他是常务父皇帝都毫不为过。 庸正不仅赋予印祥极大的权力,还对印祥的亲人也各种赏赐加封,印祥的母亲敏妃本来早已去世。 庸正继位后,下旨追封敏妃为静敏皇贵妃,一下就直接把敏妃的身份连提两极。 同时,庸正还下旨把敏妃家族拔除褒衣身份,一时之间印祥的母系家族族人都成了八旗贵族。 而且,庸正还打破了自古以来只有皇后才能陪葬帝灵的规矩,她命人重新起出敏妃的官国,把敏妃以皇贵妃身份葬入到了康熙的帝灵之中。 敏妃也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位以皇贵妃身份陪葬帝灵的女人。 据《青史稿》记载,庸正追封敏妃后代其家族给大家的理由就是,庸正出,世宗已,敏妃,其子已亲王允祥甚贤,追尽封。 这意思就是说印祥太贤能了,所以才给予敏妃及其家族这么高的待遇。 庸正不仅对印祥的母亲及母系族人赏赐加封,他连印祥的岳父马尔汉都给了追封。 马尔汉在康熙时期曾出任吏部尚书兼义政大臣,庸正继位之后追封马尔汉为太子太妇,还让马尔汉入私贤良辞,就连马尔汉的族人也都得到提拔和谨慎。 庸正不仅给印祥的家族成员打加封赏,他还时常给予印祥物质赏赐,经常赏赐印祥金银珠宝。 并且,庸正还在继位之后,下指命内务府承包印祥的王府六年花销,这在清朝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待遇,这种待遇一般只限于皇帝老子对皇仔儿子,一般皇仔或者皇帝的兄弟在受皇帝喜爱。 皇帝也只会让内务府承包两三年的花销,庸正对自己儿子乾隆都没给予这般待遇,却对一口气让内务府承包了印祥的王府六年花销。 可见雍正对印祥有多么关怀和喜爱,除了物质上的赏赐,雍正还特意提高了印祥的仪仗护卫规格待遇,雍正在亲王的仪仗护卫基础之上,又给印祥增加了很多皇帝才能享有的规格待遇。 这一下就使得印祥的仪仗护卫规格远超于一般亲王,成了仅次于清朝历史上,差点当了皇帝的摄政王多尔滚的仗护卫规格。 虽然雍正对印祥很好,不过很可惜的是印祥在雍正八年,1730年就去世了,年仅44岁。 印祥死后被雍正上嗜好为贤,可见雍正对他有多么认可。 据《清世宗十路》记载,吴帝之子洪晓,驻习丰仪亲王,世事相成,永远伏惕。 凡朕家与吴帝之恩典后代子孙,不可任意捎见,左邻属下等相,亦不可挪移更改。 再者,朕与雍正三年春曾降与旨意,与王朱子之中,在丰仪郡王,以招恩讲。 彼氏王在四肯辞,请此遵切,朕不得已,免从所请。 进吴帝轰事,朕追念一会,忠心辗转,在贤王应有加龙之力,在朕中时有难以之情。 遂与吴帝夙愿相为,朕亦不惶顾许。 红角柱封为郡王,世袭王帝。 这意思就是说,雍正还特意下旨让印祥的儿子红小,承袭遗亲王爵位, 并让遗亲王爵位成为世袭王帝的铁帽子王。 不仅如此,雍正还加封印祥的另一个儿子红角为宁郡王, 并让宁郡王爵位也成为世袭王帝的铁帽子王。 乾隆时期,宁郡王爵位被耻夺了世袭王帝待遇。 可以说,雍正为印祥一个人封出了两个是世袭王帝的铁帽子王。 在雍正继位之后,他的兄弟们为了避讳他的名字,都改为了允字辈。 印祥去世后,雍正特意下旨印祥恢复本名,不用避讳他的名字。 印祥也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位不用避讳皇帝名字的臣子。 从这些都能看出,雍正在继位之后,对印祥有多么好,有多么喜爱的。 可以说,印祥是雍正最喜爱和最信任的弟弟,所以他在雍正朝的结局很好。 只可惜的是,寿命太短,英年早逝了。 印祥是康熙第十六子,生母是秘妃王室,自幼十分聪慧,精通数学和音律,因此康熙曾经很喜爱的。 雍正继位之后,由于印祥小心谨慎,善于审视夺势,由于很多皇室宗亲都不服雍正继位,印祥却第一时间向雍正称臣。 因此,雍正对印祥这个弟弟很是喜爱,特意让印祥继承了铁帽子王庄亲王的爵位。 庄亲王爵位本来是顺着皇帝的哥哥朔赛用军功换来的,朔赛的儿子伯果夺继承爵位之后,却没能生育儿子。 雍正元年,1723年,伯果夺去世,于是雍正特意命印祿,成为伯果夺的四子,继承了庄亲王的铁帽子王爵位。 雍正给了印祿一个铁帽子王爵位,印祿自然更加努力地效忠和拥护雍正。 雍正继位之后,曾让印祿掌管宗人府,这样一来,印祿就成了雍正手中的一把枪了。 当雍正想收拾哪个兄弟,印祿就会立刻站出来以宗人府的名义带头弹劾。 雍正二年,1724年,是,雍正想敲打敲打,在康熙晚年珠子征位中保持中立的十二地印祷。 这时候,印祿就以宗人府的名义弹劾印桃在书写雍正后宫妃嫔册书时,把乾隆生母牛骨鹿氏姓氏误写成前氏,于是雍正就借题发挥,把印桃直接从吕郡王变为郑国公。 后来雍正准备收拾印祿一党时,又是印祿以宗人府的名义带头弹劾。 最终印祿被雍正耻夺了连亲王爵位,并被削除宗籍,改恶名为阿启纳,囚禁在宗人府的监狱中被折磨至死。 在印祥去世时,雍正又想收拾曾经参与征位的三哥城亲王印旨,于是印祿又站出来,以印旨在印祥的葬礼上迟到,且毫不悲伤,全无兄弟情义,为名弹劾。 最终,雍正又是以不念手足亲情为由,将印旨耻夺爵位,终身囚禁于景山永安亭,印旨被夺爵囚禁之后,不久就抑郁而亡。 可以说,印祿作为雍正的手枪战绩还是很辉煌的,先后帮助雍正收拾了印桃,印四,印旨三人,所以他在雍正时期很受雍正的器重和喜爱,他的地位待遇仅次于印祥和印礼。 雍正去世时还特意任命印族,印礼,大学士张廷玉和鄂尔泰四人为顾命大臣,雍正把青年前隆托付给了四人。 乾隆继位之后,印族以皇叔义正王身份获得了御前免贵赐作和双王俸禄的待遇,这时候的印族全是达到了巅峰。 不过不久之后,随着印礼去世,义正王大臣忠以印路最为尊崇,乾隆害怕没人能制衡印路,于是乾隆开始收拾印路。 乾隆四年,1739年,时,乾隆炮制了废太子印仁长子红西溺岸事件,乾隆严厉打击了身份敏感的康熙嫡长孙红西,将红西削除宗集圈禁之死。 在红西溺岸中,乾隆以印路与红西来往诡秘为由,罢免了印路的义正王职务,并让他居家闭门思过,因此印路诞出政坛,成了富贵闲散的王爷。 直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印路才再度被恢复为义正王,不过这时候的他年事已高,也没有了政治影响力,所以他也小心谨慎地挂名而庸庸碌碌地混日子。 这也是乾隆最想看到的事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印路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印路是康熙珠子中结局较好的一位,寿命比较长,还能安稳富贵一生,结局十分不错。 印里是康熙第十七子,他也是雍正最为喜爱和气重的弟弟之一,雍正对他的喜爱程度仅次于印祥,在雍正朝的权力地位也是仅次于印祥的亲王。 在少年时期,印里很有才华,精通诗词书画,但他生性低调内敛,加上生母秦妃臣氏的家族,出身低微,因此他在康熙时期并不受父亲康熙的重视和喜爱,也没有获得封决。 雍正继位之后,印里也很快就对雍正表示了臣服,属于十分拥护雍正继位和统治的皇室成员。 雍正先是试探性,加封印里为果郡王,让他去给朝廷办差,考察一下他的能力。 很快雍正就发现印里很有才能,还办事极为认真负责,而且处理事物十分公正无私,因此雍正越发喜爱和气重他。 于是,后来雍正就晋升印里为果亲王,并对他位以重任,权力地位仅次于印祥,而且连获得赏赐也是仅次于印祥。 雍正当时赏赐印祥时,同样的赏赐物品都会给印里来一份,可见雍正对他的喜爱。 印祥去世后,印里基本接替了印祥的位置,成了雍正最为喜爱和气重的弟弟。 雍正曾评价印里为实心为国,尽心竭力,而且品行端正,操守清廉。 从雍正的评价可以看出,印里是个办事极为认真务实,品行端正,清廉无私的人,所以印里又有才能,又办事极为踏实,品行还好。 他这样的人,即便不是雍正的兄弟,也都得被重用了,更何况二人还有兄弟之情。 所以雍正去世时,印里就成了顾命大臣之一。 雍正还特意在遗诏中叮嘱乾隆一定要善待印里,清史稿记载,我亲王致性终之,才是具忧,使国家有用之才,但亭日气体轻弱,不耐劳粹。 唐玉大事,诸王大臣当体之,勿使伤损其身,若因此而损贤王之精神,不能为国家办理政务,则甚为可惜。 雍正这意思,就是说印里为人办事认真务实,怕他因操劳国事损坏身体, 所以希望乾隆能够珍惜使用印里。 所以,乾隆继位后,印里不仅成为义政王,还被赐予了印里御前免贵赐佐和双王俸禄的待遇。 由于担心印里因操劳过度,损伤身体,乾隆还特意允许印里每天不用入宫朝见, 平日里可以在王府中处理政务,只要每隔一段时间入宫一次,向乾隆汇报即可。 这种待遇在清朝,可是属于皇帝对臣下极为不同寻常的关照。 可是,就算乾隆如此照顾印里,但由于他生性过于认真负责, 很多事情事无巨细都要操心过问,因此在乾隆三年,1738年, 是,印里还是英年早逝了,年仅41岁。 印里去世后,由于没有儿子,因此,乾隆特意让雍正最小的儿子, 六阿哥红艳成为印里的四子,承袭了果亲王爵位。 雍正对印里算是十分不错了,印里的结局也算不错, 只可惜他去世的太早了,除了印祥,印路,印里三人之外, 雍正对最小的弟弟,也就是康熙最小的儿子,第24子印尼也很不错。 当然,雍正对印尼不错,主要还在于印尼是康熙最小的儿子, 他六岁丧父,十一岁丧母,雍正自然十分疼爱怜悯这个幼帝, 对他像对儿子一样疼爱有加,在他成年后,雍正就册封他为贤亲王, 他也算是雍正为数不多封王的弟弟之一, 其实从雍正对待印祥等三未帮助过他的弟弟来看, 他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对他好的弟弟,他会极好的去对待, 与他争伪的兄弟,他则会残酷的去惩罚。 总体来说,雍正对印祥,印禄,印里这三未帮助辅佐过他的弟弟, 还是非常不错,三人结局也都很好, 可惜的就是印祥和印里英年早逝, 结局最好的当属印禄,长寿山中。